一剑连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 得到了当时国家队主教练哈里斯的赏识 就这样年仅17岁的一剑连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一场比赛 中欧队对阵西班牙队一剑连首发出场 当第一截进行到6分14秒的时候 他投中了自己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 但这也是他全场比赛唯一的两分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大赛经验 当时的气氛当时压力发梦了场上 紧张手都出汗 然后还有两个球都拖了手就滑掉了 随后的几场比赛 易剑连也始终没能从紧张中打得过 由于怕失误 他的投球经常失去准心 只在对意大利一战中 易剑连抢到了全队最多的七个篮板 除此之外 他的雅典之旅可以说是暗淡无光 但是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希望之心 雅典的经验对易剑连来说 确实非常宝贵 自己能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很重要 回来对自己后面的童年赛 比赛训练都长了很多见识 我信心上都给他很多帮助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中国南兰在姚明的带领之下闯入了八强 这是继1996年亚特兰大之后 中国队第二次进入奥运会的前八名 关键之战 中国队奇迹般的战胜了两届世锦赛冠军得主赛飞队 那场比赛 易剑连虽然没有上场 但是他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作为国家队队员的荣誉和责任 所以国家队来说是背负一种责任感 责任感更强烈一点 必须要每个人做自己的工作 教练布什么你就必须要完成 主要最终要以对我为利益着想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和在这之后的国内联赛 让易剑连成熟了不少 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在去年的斯坦科维奇州计冠军杯 中国队与巴西队的那场比赛中 易剑连让大家看到了 他在新一届国家队当中的作用 中国队巴西的比赛 赛前大家最关心的是 明智组合的第一次亮相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 姚明和王志志 仅仅共同出场6分钟 而年轻的易剑连 无论是和姚明的配合 还是跟王志志配合 都有上加表现 在两大球员都不在场上的时候 易剑连更是独打一面 整场比赛 易剑连拿下全队最高的19分 12个篮板和两个盖帽 不过2006对于易剑连来说 真正的考验就是在日本举行的 第15届世界南篮锦标赛 这次比赛比赛是阿里会看到自己进步 一场对意大利还算可以 蓝盘抢了不少 后面比赛像对斯洛文尼亚 对波罗里格就发挥就市场了 出了球不当 然后露防守 那场上你露一个防守 就反正就会责怪 这点了 20岁的易剑连 因为他身上的国家队对付 使他比同龄人显得成熟了许多 更多了一份责任感 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 易剑连的出色发挥 再次证明了他在国家队中的作为 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的环节上 他都做出了一个内线球员应有的贡献 在姚明不在场情况下 易剑连更是和大志一起 扛起了南篮的进攻大旗 以场均16.6分和10.3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捍卫了中国南篮在亚洲篮坛内线的霸主力 现在的阿联展示的不光是技术和身体素质 同时还有心智 易剑连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 和王志志一起帮助中国南篮 重新夺回了球迷们期待已久的亚运会金牌 2006年的易剑连可以说是快速成长的一年 第一次参加实际的赛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这一切都是易剑连积累了足够的大赛金牌 为踏上恩别征程 作者素以后的准备 姚明在NBA的成功有着许多特定的因素 首先姚明是作为状元秀的身份被火箭队选中的 他自然得到了球队上下极高的重视和足够的出场时间 其次2米26的傲人身高 让他哪怕仅仅是站在篮下都足以给对手巨大的威慑力 而这样独一无二的优势是其他登陆NBA的中国球员所并不具有的 另外极高的语言天赋也帮助他很快地融入了球队 让他能够准确清晰地贯彻主教练的战术意图 相比刚刚加盟NBA时期的姚明 2001年的王志志显得更为强大 无论是外线的三分球 还是篮下脚步移动和背身强打技术 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即便如此 在进入NBA之后 大致还是苦苦挣扎 历经艰辛 抛开性格 身体条件等其他因素不谈 技术特点不够鲜明 也是许多NBA专家 认为他没能在NBA联盟中 获取更大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技术特点上来说 异健连与王志志的特点有点类似 同样能打中锋和大前锋两个位置 同样拥有出色的内线技术和稳定的中投 而且阿联还拥有姚明和大致都不具备的 出色的弹跳力和爆发力 美中不足的 则是异健连单薄的身体对抗能力 不过这个问题 球迷们似乎并不担心 要知道 姚明刚刚加盟NBA时 同样非常瘦弱 不过经过几个赛季的锻炼和比赛之后 姚明的身体开始变得非常的强壮 相信 异健连在登陆NBA之后 同样能够很快解决力量上的问题 义健连能否立足NBA 我觉得他有这个天赋 从身体素质来讲 比较年轻了 有发展的潜力 我觉得一开始 会能够在NBA战争脚冰 但是他在真正的身体对抗方面 还是有所欠缺 所以这区要他在NBA不断的磨脸来决定 他自己拿了三届总冠军 这一次又打到了总决赛 应该说是从心理上 从技术上各方面 已经非常具备这种出去的一个成熟的条件 所以对阿联来讲前途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以义健连目前他的实力 目前赶的这个时机 那么和他这种 就是这种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个性 和他打球当中体现出的性格 我觉得在NBA应该定义为一个 就是比较坚实的球队的替补球员 因为他的身体的体重 他的力量和NBA的要求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真正比赛当中 对抗性他会遇到一些困难 第一个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也是他们前面几个 就是前辈 就是说姚明 大致他们都遇到的就是外语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尽早融入球队的激战术的讨论 被教练接纳认可 并且唯以重任 是非常快的 就看他能不能尽早过这语言观 叶莲是比较闷的 比较内向 就是他可能非常不喜欢说话 包括他自己也说 就是我不喜欢用这个语言 来表达我的想法 但是在生活当中 就是你的这种内向的性格 放在一个队里 你首先需要让队友了解你 了解你的能力 了解你的喜好 了解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球员 包括你的教练 因此呢 我觉得就是 这个性格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